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,广州恒大俱乐部召开了赛季下半城的管理大会,包括球队老板许家印、主帅卡纳瓦罗、教练组、球员等一一出席。 而在管理大会上,广州恒大还发布了关于全面理顺球队管理的通知,旨在加强球队的管理建设、提高球员的求胜欲望和争取实现中超八连贯。 其中球队老板许家印在管理大会上特别指出,俱乐部要理顺管理、从严管理、全面贯彻落实俱乐部最新下发的关于全面理顺球队管理的通知。 与此同时还强调在剩余的中超比赛中,球员面对对手挑衅必须做到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,并且强调广州恒大一定能赢得2018年中超冠军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管理大会上,除了新面孔塔利斯卡外,还有一名外员也是格外受关注,尽管也是刚刚加盟,但由于已经效力球队两个赛季之久,所以也不存在任何的声疏。 他就是巴西国奖保利尼奥,在管理大会召开之前,许家印向每名教练和球员进行握手,其中在走到保利尼奥身旁时,保利尼奥也是主动伸出手,和许家印握有这么熟悉的画面,其实一年前的赛季出动员大会就出现过,作为广州恒大队是最成功的外员。 保利尼奥即便时隔一年再回来,也还是广州球迷的宠儿,看看在保利尼奥走出白云机场的时候,几十名恒大球迷蜂拥而至,纷纷和保利尼奥球签名合影,这已经是非常名,显得证明保利尼奥在恒大球迷的欢迎程度。 与此同时,在今天上午的管理大会上,保利尼奥所坐的位置顺序,可以说力压了所有外员,包括了高拉特、阿兰和塔利斯卡,位于球队老板许家印的左手边,坐在了最前面的位置。 另一侧的座位顺序,郑志、高林、冯潇婷、张林鹏等等,都是球队的元老级球员,其中郑志是队长,高林是第二队长,冯潇婷是第三队长,张林鹏是第四队长,所以在会上的座位顺序也都有讲究的。 这已经充分地证明了保利尼奥回来后,成为了广州恒大的第一外员身份,就连高拉特也不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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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